谢谢主席 我们先请经济部和署长 署长跟经济部是署长 两位好 今天在这里我们修这个条例 很多位委员都非常关心 我们修了以后 对产业的影响 那当然很清楚一点 就是说我们对于玩具枪 它在产值有这样的相当程度的产值的规模 然后也是在全球有很好的竞争力 那即使是这一次全球疫情之下 本期有特别下去调查了一下 在全球的疫情之下 这个产业它国外的订单不减反征 所以全球的竞争率是很高的 但是我们的核心价值是无论如何 绝对不可以让它成为国内或国外 犯罪轻易可以取得的犯罪工具 这个目的我们非常的清楚 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修法 所以如何的让业界能够确实相信 说我们修了这个法 对他们的产业并不会灼伤 不会产生伤害 那因为本期必须协商这个法案 所以这几天的各方面的沟通 大概是两个部分 希望你们能够做 一个部分是 其实产业界到最后 他们是接受我们的修法 那他们担心的是执行面 也就是说执行面 对于未来我们的取缔查扣 核准到底是不是能够 很娴熟于去分辨 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 这个部分呢 他们很担心的是 因为分辨上的困难 所以未来的执行面 很可能我们的警方呢 他在执行的时候 我先跟你查扣吧 然后你再去申诉吧 再去补救吧 好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他们的影响就会很重大 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 确定在这个修法之后 有关于警戒在新法实施之后 所需要的训练计划 能够很快的把它做出来 然后对于未来在执法时候 相关的执法同仁所需要做的训练 给他训练好 好不好 这一部分是属于警政署 你们应该要做的部分 是是是 好 这个很重要 这个我们一定会做 不会造成执法上的一个偏差 所以刚早上部长也特别很明确的指示 警政署和刑事局会做一套SOP 让同仁很容易去辨识 到底是属于合法的 或是会该取缔的 那这边我们确实要做 比较好的一个训练 那这个会立即来规划 所以这个部分在你们看来 有那么困难吗 没有 不会嘛 所以我想应该是 人民是需要 是可以安心的 产业界是可以安心的 那属于经济部的这个部分 当然产业归你们管 好 所以相关的部分是属于 你们将来要去公告 尤其是模拟枪的部分 跟玩具枪之间的界限 到底应该要如何公告 来作为查境范围 所以将来在制定 相关的公告内容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你们能够在 产观学这些部分 大家参照意见 多做沟通了解跟协调 去把这个新法 未来执行的这个部分做好 那大概这两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只要做好 我们修这个法 就不会让产业界 造成反对的力量 那也不会去影响 冲击到我们国内的经济 这样好不好 大概是这两个部分 是 好 那么 进一步处长请回 署长应该知道 我们原民会的 那个代表 你先上来 我们今天二十条没有修 那有原住民委员 希望说我们能够尽快的提出二十条的修正案 那今天政策裁委员在这里也去谈到 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条例里头 要放入开放原住民使用制式裂枪 好 这件事情本席的看法是这样 你们双方可能回去做一个演绎 在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里面 去处理原住民使用裂枪的这个部分 应该就是处理它的例外 我们就是排除在枪炮弹药刀卸管制里面的 诸多的刑罚上面的例外 予以排除 那这个我们在二十条已经做了 那这一次我们没有触及二十条 所以署长跟原民会这边 应该就是非常清楚的可以 对我们原住民的朋友说 我们原住民使用裂枪 基本上不会因为这个修法 而面临触法的风险 不需要这样的疑虑对不对 对非常明确 好非常明确 至于开放制式裂枪 我当然也是疑虑很深 那我请原民会 你们回去研议 到底原住民使用裂枪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定位 我提供的方向是 我们应该把它当作原住民文化的一环 那是原住民狩猎文化的一环 你们要很认真的去做调查 去了解原住民狩猎文化的全部 甚至于当你还原了原住民狩猎文化的时候 到底早期原住民的猎枪是什么样的猎枪 是如何自制 你们都可以登陆起来 把整个狩猎文化去申请文化资产的保护 变成是无形文化财 然后用原住民族狩猎文化资产保护法 去处理原住民使用猎枪的问题 成为一个特别法 这是本席的看法 是否可行 我们能不能建立这一套完备的体系 我希望你们原民会 无辱和赶快去处理 不要像这么多 明明民委员在这里一再说的 警察大学也去做研究这么久了 在这里也谈那么久了 然后都没有一个答案 很明显的 我们上一届 这个条例没有办法修 就是卡在原住民的疑虑 他们使用猎枪 是不是轻易处罚的疑虑 阻挡了我们这一部法律的修订 我们不应该再拖 朝向这个方向 你们预期有可能经由调查 去还原原住民族的守六文化 灿然大背 予以保存发展跟保护 有办法做到吗 包委员 原民会跟农委会的领务局 其实从107年 就有启动10个部落的 那个狩猎的自主管理 那在这个基础上的话 委员所提的应该是 物行文化资产的 那个传统知识的实践 那他如果按照处理原住民族 文化资产办法的第15条 应该可以去建立一套机制 甚至于这个都还有传袭的问题在 需要你们去保护啊 对不对 这个文化的传袭是什么 你们都应该要赶快着手 去处理这件事情 好不好 最后一个事情是 所长还有局长 刚刚局长在回答委员的问题 那个原民会请回 在回答委员的问题的时候 提到网络贩售的问题 本期也关心网络贩售 当我们这个法一修订 然后公告实施的时候 在网络上 你今天回答的是 你们会监看这些网络 去看谁下单 然后去追踪这个下单的路径 看只要他一改造 就成为你们的个案 对不对 好 但是本期关心的是 另外一件事 就是陈列 也在我们 法律禁止的范围 也是触法的 非知识手枪 那网络上贩售 没有人买 光在网络上 贴出这些买卖的资讯 有没有达到 其实就是陈列 如果是陈列的话 当然是我们要查 你们会不会把网络上的 这些广告当作陈列 网络上的部分 你看持有 技藏贩卖陈列 第七条的这些枪是我们以上 我想不能针对网络上 到时候网络上 我们会跟网络上做一个协议 像这种违法的 就不能有他贩售的 那个在网络上 陈列贩售的情势 所以网络上的陈列的本身 就违反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了 这个还可以跟网络上来做一个协议 因为目前你们都没有取缔 对 是目前 对 目前都没有 对 可是我们一旦修法以后 你们马上要处理 这个我们会来 这个中间是没有时间差的 这个问题你们要有一个 预先的准备 如何处理的一个SOP要出来 好不好 谢谢 谢谢管碧玲立委